看古迹讲故事,您好,我是昆仑刘石,今天呀,咱们就按上文书所约,讲讲这个皇子福慧的故事,这乍一听来呀,怀亲王爱心觉罗福慧,谁呀,没听说过呀,这一听名字呀,有人就猜了,是不是这士祖张皇帝的兄弟呀,要不然就是圣祖仁皇帝的兄弟,他们为什么这么猜呀,因为这士祖张皇帝呀,他叫福林,圣祖仁皇帝呢, 他有个哥哥叫福泉,您瞧呗,这福泉啊,他本身就是福林的儿子,这亲眼俩都排着呢,所以说这福慧和这二位呀,也不一定就是兄弟关系,那么这福慧是谁呀,这福慧呀,是雍正皇帝和敦肃皇帝非生的儿子,也就是啊,这乾隆皇帝的弟弟,有人就纳闷了,说这乾隆啊,这兄弟们都是排着呀,红石,红利,红昼,包括最小的那个,圆明云, 那个叫红燕,您瞧,您这就多知多懂了不是,可是这里边有个例外,唯独这敦肃皇贵妃年世生下的三个儿子,和他们的叫法不同,这年贵妃呀,一共为这雍正皇帝生下了三个儿子,他们分别是啊,皇七子福义,皇八子福慧,和这皇九子福佩, 那么为什么这哥仨的名字和那哥几个他不排着呢,您要上网一查呀,这网络上很多博主啊,对这件事情他有解释,他们说这个敦肃皇贵妃啊,身体不好,哎,这是真格的啊,身体不好吧,他生育还比较多,所以说呢,导致这生育质量就不好, 也就是说呀,这敦肃皇贵妃和他所称的孩子,身体上啊,都比较弱,雍正皇帝呀,他最爱年世,心疼这女儿几个呀,所以给这些个孩子都担起名,叫福字贝的, 外的呢,就是替母亲替自己能够多祭福祈福,这种解释啊,按我听来也挺有道理的,可是吧,他始料不及被宰, 所以说呢,再怎么合情合理,也只能作为猜测,常听我说的好朋友,知道这会儿啊,他们都猜完了,那我也该合理的猜测了, 对这件事情啊,我是这么看的,哎,咱们还是拿今天的主人公这个怀亲王福慧聊起, 其实这福慧啊,他有这红字辈的名字,他叫什么呀,他叫过洪盛,这时候啊,有熟悉历史的好朋友就该说了,不对吧, 那个三爷,就是他大爷印旨,雍正皇帝的三哥,成亲王,这王爷的世子,不是就叫做洪盛吗, 没错这个,是这么码的事,可是这位成亲王的世子爷洪盛啊,早在雍正二年,被剥夺了世子的权利, 这名字呢,也被雍正皇帝这位小儿子,在御碟上啊,抢先注册,可能是这皇上啊,觉得这个名字不错, 于是呢,就把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儿子,让自己那个侄子呀,再随便起一个别的去吧, 转眼啊,就到了雍正四年,皇上觉得这个名字,没给自己这位爱子带来多的福气, 于是他就降了一刀玉指,把这老八的名字,从洪盛又赶回了福慧, 有人就说,那两位年贵妃的皇子,为什么没有这红字头的名字呢, 这件事情啊,他也不难解释,因为这福字头的名字呀, 我们可以视作是这些个阿哥的辱名,不光是他们,雍正皇帝其他的皇子也有辱名, 这有记载的,您比如说这乾隆皇帝红利吧,乾隆的辱名啊,叫元寿, 和亲王红咒,辱名叫天身,没封诀的时候, 在宫里通常称呼红利为元寿阿哥,称呼这红咒呢,为天身阿哥, 就连雍正的老儿子红彦都被称呼为元明元阿哥, 这红彦这个虽然不算是辱名啊,他也是个爱称, 至于敦肃皇贵妃的另外两个儿子,福义和这个福佩, 刚生起来不久啊,就夭折了,还没来得及给起红字辈的大名, 人就先没了,我觉得我这个推断啊, 他更合理些,这件事啊,咱就聊到这儿, 您要是有其他意见呢,您不妨啊,留言区, 咱们互动互动,掰扯掰扯, 那么又有何佐证,说这福慧差一点就成了这雍正皇帝的接班人呢, 哎,这一点啊,咱们当然是有证据了, 我今儿啊,就简单紧要的听着合情合理的给您说那么俩, 咱们首先得说呀,这福慧阿哥呀,他命短, 雍正六年的九月份啊,就空事了, 如果这福慧不死呢,雍正皇帝还真有可能把皇位传给他, 因为这个阿哥他太喜欢了,和其他皇子不同, 福慧阿哥从小啊,可是和自己的亲娘一起长大的, 据当时服务于宫廷的外国传教士留下的书中所在, 这雍正皇帝啊,非常喜欢自己这个小儿子, 都是啊,走到哪儿,带到哪儿, 在朝鲜史书当中啊,他们更是大胆推测, 他们认为啊,到了雍正晚年的时候, 很有可能把皇位传给福慧阿哥, 这些个迹象啊,难怪他们能看出来, 因为这雍正皇帝偏腾这位福慧阿哥呀, 很明显,雍正四年的九月,雍正皇帝下旨, 特准这个小阿哥福慧使用这鹅黄树珠, 那么谁才能允许使用鹅黄树珠呢? 当然,皇帝本人用的是鹅黄树珠, 剩下的两个人啊, 一个是宜亲王允祥, 另外一个人啊,就是果亲王允礼, 其他人啊,又想用鹅黄树珠啊, 那就得是皇上下旨恩典了, 赏给你鹅黄树珠,你才能用, 换句话说吧,那会儿的弘历, 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, 还有长子红石和五子红昼啊, 哎,靠边寨,这鹅黄树珠, 你们都不能用,听着呀, 都是不算什么,不就是一个博挂子树珠吗? 哎,这可是宫里身份认定的标志, 您既想去吧,别人不行,救他行, 那必然是有原因的呀, 还有一件事啊,就更能说明问题了, 雍正六年的年初, 大清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, 竣工了,什么工程啊, 就是成亲王允旨所主持的古今图书集成, 勘印完毕, 这可是大清国排在前几位浩大的文化工程, 那么这套古今图书集成, 一共印了多少套呢? 哎,说实在的,也没印多少套, 用高档的棉纸啊, 印了十九部, 用稍微低档次一点的竹纸纸啊, 印了四十五部, 皇上除了自己收藏以外, 就把这些部书啊, 都分给了朝中的重臣, 以及自己的清贵, 这档次略低的竹纸书, 都分给了谁呢? 呃, 李卫, 田文静, 包括这个元寿阿哥和天神阿哥, 也就是说这红历和红咒, 当时到手的也是竹纸书, 并且呀, 还有一部给了贤浮宫阿哥, 这是谁呀? 哎, 这不是一个人啊, 因为这贤浮宫啊, 是当年宫里的托儿所, 那些想嘛大的阿哥呀, 都在那儿念书, 所以说呀, 这贤浮宫阿哥呀, 他不是特纸一个人, 哎, 要我说呀, 这雍正皇帝是真拉得下脸儿来, 为这部书, 寝进了心血的成亲王云旨啊, 最后也只得到了一部主纸书, 不卖关子了啊, 那这免纸书都给了谁了, 这免纸书啊, 一共十九部, 首先啊, 寿皇殿得放一部, 因为那儿供着祖宗呢, 让他们没事儿啊, 也翻翻结结闷, 乾清宫皇上自己也收起了九部, 十九减十还剩九部啊, 这九部书啊, 这雍正皇帝就赏给了自己的贴心人了, 这里边啊, 有晋晨, 张廷律, 蒋廷熙, 鄂尔泰, 岳中席, 是每人一部, 还有啊, 就是家人, 怡亲王, 庄亲王, 果亲王, 还有康亲王, 剩下的最后一部, 就赐给了二个福慧, 咱们不说远了啊, 就是说在雍正六年的时候, 这福慧啊, 在皇上心里啊, 比其他阿哥那高了去了, 在皇上心里, 弘历他们跟这福慧之间的差距啊, 差得没有六扔, 也得有四扔半, 要不然说呀, 这人的命天注定, 人不与命争, 就在这一年, 这福慧阿哥呀, 空室了, 死的时候才八岁, 这下可把这雍正皇帝给心疼坏了, 传一旨, 按亲王礼, 安葬这个八阿哥福慧, 埋哪了, 就埋的京师的东至门外, 为什么埋这么近呢, 大概其夜这皇帝是想啊, 一旦想这个儿子了呀, 好到坟头上转悠转悠, 怀念怀念, 爸爸要是偏疼自己的哪个儿子呀, 别的兄弟你是羡慕不来, 你琢磨不透啊, 这个弟弟啊, 是捅对了老爷子, 哪根笑筋才把他美成这样, 雍正十三年, 雍正皇帝驾崩, 乾隆皇帝一登基, 他自己都说, 阵地八个, 素为皇考所钟爱, 当日曾以亲王殡葬, 今阵眷念手足之仪, 拙追封亲王, 于是这福慧才被追为了亲王的封号, 并且呀, 刺世怀, 并且这乾隆皇帝还非常孝顺贴心的, 在自个儿爸爸雍正太陵的边上, 建了一座怀亲王元寝, 把自己弟弟的经官, 从东治门外请出来, 重新安葬到了义县, 也算是全了雍正皇帝和福慧的爱子之情, 那有人就问了, 这雍正腾福慧, 不会是因为他有个舅舅, 是亲命福远大将军年庚瑶吧, 这事儿他不得一定, 雍正六年的时候, 这年庚瑶啊, 死三年多了, 不但如此啊, 这年庚瑶的死, 很可能跟这福慧有很大的关系, 史学界呀有一种说法, 对不对的, 我给您说说, 您自个儿颠愣钱, 说这个雍正皇帝一旦不杀年庚瑶, 福慧如果以后做了皇帝, 那必然会赦免自己这位亲舅舅, 这年庚瑶呢, 就很有可能啊, 重回朝堂之上, 曾经的福远大将军年庚瑶, 就会把持朝政, 让这皇权旁路, 所以就借着雍正三年, 定年庚瑶九十二条大罪的机会, 干脆就把他处死是以绝后患, 换句话说呀, 如果说雍正三年的时候, 这雍正皇帝想立别人为储君, 很有可能这年庚瑶倒是死不了, 我倒是觉得呀, 为了巩固皇权而奋斗一生的雍正皇帝, 这种事啊, 他行得出来, 您说呢, 得嘞, 天儿也不早了, 这怀亲王福慧的故事啊, 我就给您聊到这儿,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, 喜欢我的频道,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,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, 明儿见。